大家讲一个故事也好了 有一个人过来 我说 那你为什么认为你的善知识非常的好 我说 你怎么有确定 他说 某某人说他有神通 某某人说他有禅定 我说 最近我们这个是什么 我说 这是我们以前在三大师就有一个 我们常常讲的说什么 他说 当法要乱的时候 或者要去吓唬人家的时候 他就不会跟你讲金角 他会跟你讲什么神通的 如果你有讲到神通 我说 你不要跟我讲 你直接显现给我看 以前金书就这样讲说 你不用说多的 你有办法显现在我这样子一个 很怀疑的人 在我要心服口服的话呢 那没话说了 或者 如果在讲那个所谓的怪力乱神的话 那是说 代表说 没有法的现象来讲的 所以很好玩 他就说 你看 在所有的这种三大师的大寺院当中呢 从来就没有人说我自己有神通 没有人说 某某人有神通 某某人什么这样子 他才说什么 这个人发起菩提心了 这个人有空振件了 从来不说有那种 什么神通啊 什么来讲的 而外面来讲是什么 从来不说这个人有没有菩提心 有没有说这个人有空振件 就说 这个人有没有神通啊 这个人有没有他心通啊 所以这个刚好是颠倒过来的时候 他说 好 我说 好 好 那重使 重使 我说 我承许他有神通 我承许他有他心通 我说 那又怎么样 那又跟外道的修持的方法 那又有什么差别 那跟禅定又有什么差别呢 我说 那个不是我们在 特别我们在讲二十生 大家就已经有一点点知道说 这个不是我们真正的要追求 这跟成佛的或者乃至 不要说 我们先不要说成佛 乃至说成为阿罗汉的道路 都不一定是需要的 反而有很多的道路方法 不需要依靠神通就可以 成为阿罗汉的时候呢 我说这个你没有办法 你一直想要用这个方法来凸显说 他是一个正当的佛教的善知识的时候呢 我说这个一点都没有办法来说服 或者用来这样来证成的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只要有 我上次我们是在讲 这个之前的五眼六通来讲 只要有可以生起基本的禅定 把初分的烦恼压下去的时候呢 神通是等于说 你有没有想要获得与获得与否 或者有没有心想要去往人 这就可以获得了